大家好,我今天想分享一個比較精神的淡妝 上班、見家長、拍拖都應該適合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吧 底妝一樣是用之前的產品 但遮瑕膏我由CL仿妝時已經轉換了BH的綠色遮瑕 這盒的賣點又是很便宜 68元有6隻顏色 基本上任何類型的黑眼圈都有所有顏色可以遮瑕 缺點是比較乾 而且很難印開 很快就變成粉狀 遮瑕度也不錯 這個價錢也值得買 除了12元左右一隻顏色 所以是超便宜 一樣我會用Cyber Color的碎粉 定遮瑕膏 方法也是一樣 印上碎粉後 用掃除多餘的碎粉就可以了 眉筆照舊也是用12元的眉筆 我選擇畫了一支眉 想我感覺比較可愛和和善 畫完眉筆後 按自己的髮色掃除金色的染眉膏 好久沒有出動過 這次用香檳金色做眼影打底 把眼影盤畫在手指上 再慢慢印上眼窩就可以了 然後再用眼影盤畫在我蠶的位置 這次眼影部分用了台灣1028的眼影盤 首先用這個橙橙色掃除整個雙眼皮的位置 再用粉紅色畫在我蠶的位置 然後用淺啡色畫我蠶的一條痕出來 用一個深啡色畫在上眼線尾部 令到眼睛看起來會大一點 然後用淺啡色畫在下眼線尾部的位置 最後用米白色打亮眼頭的位置 這次用一個啡色眼線筆做眼線 只畫在下眼尾部的位置 只畫眼尾大約5分3的位置就可以了 都會長一點眼尾 然後再畫內眼線 還有會畫上眼頭 最後在下眼線尾部的位置 印上啡色眼線上去便完成 然後用眼影盤的白色 做到光影的部分 這次用了MAKE UP REVOLUTION的胭脂 很邪禦感毒的 我很喜歡這個顏色 但它很難印得很均勻 我不知道它是否要混合粉底 總之它一印上臉後 第二、三下已經很難印得開 我還用了這個胭脂去做唇膏 它本身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你看到它都比較乾身 妝就完成了 我沒有塗眼睫毛液 因為我嫌麻煩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都可以塗上眼睫毛液 然後又是我自戀的時候 是否和一開始沒有化妝的樣子差很遠呢? 這次的分享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這條影片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